好 另外再看到瑞穗香林泉东路早期 建置人行步道花台植栽露树 现在却成了地域人行道 因为花台推漆砖被地震震毁散落不说 植栽露树根系串开步道地砖 使得步道崎岖不平 由于不少民众因此被半岛受伤 因此当地的村长李允贤特别向上承行 期盼相关单位尽速改善 提供民众一个安全的行走环境 瑞穗既然也有地域人行道 村长林允贤指着明泉东路 这一条早期建置的人行步道 有花台所植栽的行道树立意盎然 不过再仔细一瞧那就恐怖了 开始种的是小小的没有感觉 等它长大的时候 这边这个你看那个整个融起来 沿路将近是多个堆砌花台 被地震阵列散落一地不说 只在路数根系龙起四串 破坏步道地砖 使得人行道崎岖不平 因此被半岛受伤的民众大有人在 村长说已经成为了地域人行道了 那因为当初人是一个小的 那就是一个广大 这条路应该很重要 因为以前现在就走了这边 那老人家有电动车的 有花拐杖的 然后有一些走路的建行也都有 那是因为现在那个融起 不跟广大 那个不跟融起 就变成地面就对面不平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状态就打他下来 然后打他下来的话就变成 这个地方就让一只小小的 清靠那个东西的地方 村长林允贤相当忧心 特别向各民意机关地方公所来反映 接获陈勤的县议员林允芬 邀及各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并寻求解决之道 我们后续可以来追 然后特别还有其他办法 或者是如果我们足够 用我们的小型的经费 也可以来施购 那不过我一直希望是 民意幸福和同学 能够支持一顶 我们就整个一次做好了 让我们的这个所有的 我们乡亲们都会被非常安全的 运动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保持性 经过县刊讨论后 县政府也给予正面回应 初步鉴请相公所改善提报 一力推动后续的改善工程 村长林允贤也期盼能够尽速处理 维护民众型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